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近日公布的资料显示,美国去年12月乘务销售较11月小增0.7%,年比增幅进阳22%。 经季节调整后并换算成年率为676万户,由于市场预期的656万户。 全年乘务销售增至564万户,高于前两年的534万户。 美国去年12月乘务销售成长超乎预期,2020年全年更写下14年来最高纪录。 原因是创新低的房贷利率及新冠疫情带动买房需求旺盛。 去年3-4月,美国房市买期骤减,之后却突然迅速反弹。 随着疫情迫使民众在家上班上课,买房者希望在郊区购买更宽敞的房屋,拥有专用的工作和读书空间。 强劲购买需求导致原意紧俏的乘务库存量在今年初更吃紧。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,去年12月,美国代售乘务库存年减23%至107万户。 以目前销售速度来看,鱼屋供应量仅能维持1.9个月,为美国房地产自198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。 房屋供不应求,使房价持续飙升,去年12月,乘务售价中位数年增12.9%,达到30万9800美元,为例年12月最高纪录。 部分是因为高端房市供应较多乘务,拉高房价,以超过百万美元出售的乘务数量去年12月年比激增94%,而价格介于50万到75万美元的乘务销售年增65%,价格不到10万美元的乘务销售年减15%, 彭博资讯报道,随着美国总统拜登端出经济纾困方案,预料将会带动美国家庭收入增加,促使本季房市更加热络。 中天中望,真理报道。